感谢大家的一个坚持 那么可行性和绝对化用词呢 是我们最后两个需要来单独学习的逻辑错误啊 我们的革命即将胜利啊 好了我们首先来说一下 为什么要把这两个错误放在一起来讲呢 就因为他们俩通常情况下呢 是以couple的形式来出现的 他们通常情况下都出现在了我们的结尾部分啊 都是用在了我们作者的conclude部分 因为可行性通常情况下就是作者的一个建议 而在这个建议当中 我们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包含一个绝对化用词 但是我们在写的时候 就要把这两个错误呢分段独立攻击啊 因为他们攻击的重点呢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在这一定要跟大家说明白 虽然他们是成couple在一起出现的 但是一定要成分开攻击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绝对化用词和可行性对吧 它出现在了结论的部分哈 所以通常情况下非常的好找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可行性 依然是以真题为例 这道题目呢大家依然是想按展评键 然后自己来进行一个阅读的工作 那么现在呢我就跟大家一起 现在把文章的内容呢进行一个串讲 我们说在去年的时候呢 ccc这家矿产公司啊 他就买了这么多这么大一块地方 然后因为他是个矿产公司嘛对吧 然后呢这个作者就认为呢 在这个地方采矿呢很显然的会导致污染 而且呢由于这个地方生活着很多的宾威的动物 所以也会导致我们的自然灾害 所以c子后面这个话呢 这是一个重句 就把做了一个插入语 应该是without impulsion 这是第一个 without in第二个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这是一个平行结构 大家可以来学习一下 用的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再往后 但是这样的灾害呢 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怎么避免呢 如果我们的消费者 可以来拒绝购买所有cc的产品 直到他取消了他的这样一个挖矿的行为 对吧 因为这个我们要抵制cc 因为他对我们的这种环境不太好 好了 我们的文章内容就梳理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作者建议出现在了什么地方 他为什么不可行呢 好 这就是我们作者这个建议 就是我们要抵制ccc的产品 好了 我们来想一下这建议为什么不可行呢 第一点 可能啊 我们这些顾客都不愿意来抵制cc的产品 因为可能对他质量比较好 对吧 那么第二个呢 可能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抵制他 因为他有可能是我们比如说做的钥匙 这个索西尔亚界可能都是cc的产品 因为他覆盖面比较广 所以我觉得我不好去抵制他 然后第二个呢 有可能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 即使我愿意去抵制 我也没有办法做到全面的抵制 因为在一些我不知道的地方 其实cc的产品也是会有用到的 比如说我们的电脑主机里面 有没有可能会用到cc的产品 或在我们的汽车里面 或在我们什么其他产品啊 其他的这种applicance里面 是不是都有可能是到cc的产品 而我们不知道 所以即使我愿意去抵制他 我也没有办法做到所有都知道 他的产品都用在什么地方 然后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抵制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可行性啊 就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说 主观我不愿意 客观我做不到 所以你的这个可行性上面说非常的低 好了 就像我们在这节录播客 刚开始跟大家说到的那样 大家已经坚持了这么久了 其他的罗译错误呢 基本都已经看完了 所以我们在这呢 要利用这档题目 和我们一话要讲到的绝对话 用词的这道题目呢 帮助大家把我们所有的题目呢 都要串起来 所以啊 把所有的错都串一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当中 还有没有其他的逻辑失误 第一个出现在了这里 你看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在这买了这么大一片地儿 然后他觉得 mining corpus on this land 言外之一他认为啊 采矿公司买地就是为了采矿的 这是一个什么 偷换概念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偷换概念 我买地一定是要采矿吗 这也不一定 因为我有可能 对吧 是做一个以我CCC冠名的这样一个保护公园 那么也有可能呢 是我来为了维护我的social reputation 对吧 我资助了这样一个research center 想在这里呢 对这个地方的动植物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从而实施一个更有效的保护 这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家公司在这买这块地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就不能假设他作为一个采矿公司 他买地一定是用来采矿的 这就是一个偷换概念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逻辑失误啊 第二个说在这里 即使我真的说在采矿的 那么我这个行为一定会导致污染吗 或者一定会导致我们的自然灾害吗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条件问题出来了 我们说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第一个 我可能现在我这种科技比较发达 对吧 所以我通过适动的这种control呢 是不会来极大极大程度的来造成什么污染的 同时呢 依然是由于科技 或者是由于我的管理水平比较的高 我可以在维护地表生态的情况下 来进行一个采矿的作业 反正你的动物又不吃这些矿物资源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也是不会导致这样的environmental disasters 好了 这是我们前面的两个逻辑失误 那么在结尾部分呢 其实还是有一个在这里 这样的灾害是可以被规避的 如果看到了如果 我们感觉分外亲切是不是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条件问题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拒绝了CCC的产品 是不是这样的disaster就不会发生了呢 我们说其实也不一定的 因为只是说CCC不会来制造这样的disaster 有可能其他的公司还会 对吧 或者是其他公司 我们人类本身 这种其他的human activities 都会导致更多的污染 或者由于我们population的增加 我们可能会影响到人家的habitat 那么也会影响到这种endanger animal的生存 所以即使我们抵制了CCC的产品 从而导致CCC不在这个地方采矿了 也不一定能够避免这种disaster的出现 以及我们的第四个刚才讲过的可行性的问题 好 这篇文章的四个逻辑错误呢 我就已经找到了 那么在考试时候呢 大家四选三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为了避免有效的重复呢 如果大家的四个里面 我倒推荐大家 写第一个通话概念和第四个可行性 然后中间的这两个条件错误 大家二选一来进行一个攻击就好了 因为他们都是和disaster相关的 你选一个你觉得相对好攻击的 你能想到点比较多的点来把它说明白 说透彻 我觉得我们的这道题目的攻击就是完美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argument第44题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整体来讲什么叫攻击它的可行性呢 其实就是针对作者的建议呢 进行一个攻击 而这个攻击的理由就是这个建议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由于你内在的不合理因素 你的内在的不合理因素 就是你忽略了CCC这家公司的产品 是不是人们愿意去抵制 亦或者说它非常好的就容易能被抵制到 对吧 因为有可能我根本不知道它的产品太多了嘛 所以有时候可能不知不觉都用的特别的多 对吧 好了 这是我们的可行性啊 我们的逻辑思路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绝对化用词 当大家在文章当中看到了什么 all啊 only啊 best啊 everybody anything啊 大家都可以当做一个绝对化用词 这样一个逻辑错误来攻击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道题目 这道题目呢 非常的典型 e很高频 所以需要大家来注意 那么依然是按暂停键 然后开始进行一个阅读的工作 我呢就直接开始进行串讲了 我们说啊 你看有很多公司呢 最近就报道 报道什么呢 啊 他们的这种员工参加了这样一个reading course之后啊 他们的生产力呢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啊 其中一个毕业生呢 现在呀 就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读500页的报告 然后另外一个毕业生呢 他就直接从一个assistance manager 啊 副经理 对吧 直接上到了vice president 在一年的时间内 就这个promotion的程度非常的大 然后很显然 你读的越快 那么你就能越有效的吸收支持 啊 除此之外呢 这样一个course呢 只要500美金就够了 对吧 相对于我们的benefit来说 这个钱真的是很便宜 因为这个benefit包括什么呢 啊 包括了一个三周的研讨会 以及一个终身订阅的杂志 啊 很显然 为了提高我们的生产力呢 A这家公司就应该要求他所有的职员呢 都去上这个课程 好了 言外之意啊 这是打了一个小广告是吧 就这个reading course很好 所以你A这家公司呢 就应该花钱把你的所有员工都送到那边去读书 那去接受这样一个三周的培训 好 就是我们的第113题 我们来找一下其中的绝对话词汇 好 就找到了 出现在了这里 对不对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攻击他呢 我们就可以说 其实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去的 对吧 因为第一个 有可能有人读的已经非常的快了 我现在可能两个小时就能读1000页了 我为什么要去上这样一个课程 可以保证我两个小时内读500页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我在这个position 不需要我读的这么的快 那我去他呢 干什么 我都没有这样的一种诉求 那我去了 那我觉得挺浪费的 对我来说还 useless 对吧 所以呢 就不需要啊 所有的员工都去 那么这一点呢 其实也是很好来反驳的 大家其实会发现 我们的可行性和绝对话用词 相对来讲 我们攻击难度都不是特别的大 对不对 好了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 我们要完成一个串奖的工作 所以现在需要让大家呢 来看看这篇文章当中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逻辑失误 我们一句一句来看 第一句话 很多啊 其他的公司都报道 什么叫很多啊 有多多少啊 其他的公司都是什么样的公司啊 对吧 你这都没有说明白呀 所以我们会发现 第一个其实是一个调查类的问题 有多多少的 什么样的公司进行什么样的报道 对吧 我都不知道 然后再往后呢 他说啊 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样一个效率提升 是因为上了这样的一个课程 哎 我分析一下 他应该是上这个课在前 对吧 然后提高了productivity在后 对不对 所以他认为呢 是这个课程提高了productivity 嗯 似曾相识 这是不是一个持续性的因果错误呢 我们来攻击他一下哈 就是说 即使呢 真的是你的工作效率提升了 也不代表和你的这个reading course 有什么关系 那么大家来想想 什么可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呢 那比如说 啊 你们公司这种管理水平提升了 那对不对 给我们现在就不是大锅饭了 对吧 就变成了能者多劳 这种多劳多德 是吧 那我这可能就充满干劲 那么再有可能呢 就是你赶上了我们这个公司的equipment 所以我干起事情来更顺手了 对不对 啊 我们就拿考码分举例子 这是一个在线教育的公司 如果我们的网络经常断网 经常掉线 你说我们的工作效率能不能高 那肯定就不能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如此高的效率 就因为我们的网络时刻都是畅通无阻的 对不对 我们有特别牛的网管 在给我们管理这网络 所以大家来看这是我们公司效率提高的一个原因吧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的前两个啊 他说在了一句话中 但是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逻辑错误 叫大家分开来攻击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啊 其中有一个毕业生呢 在两个小时之内呢 可以读500页的报告 嗯 好 我们来看 这个呢 大家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因果错误来攻击 是个什么样的因果错误呢 就是这个人呀 他在两个小时之内呢 能读500页的报告 和你上不上这个课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第一个 你这个报告是什么内容啊 全是图是吧 那我也会读得很快 对吧 所以有可能呢 都是pages 都是这个pages上面都是images 对吧 这个事情我读也很快 第二个事情 你不知道他原来的水平 对吧 所以他有可能原来可以读499页啊 或者他原来就可以读500多页 所以他上不上这门课 他都可以读得很快 这和你上不上课没有关系 因为你没有提供他原来的阅读的水平 对吧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对比 那么我就有理由假设 他原来读的也很快 他上不上这门课都无所谓 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是这样一个graduates 他在一年之内得到了几大的这种promotion 对吧 那我们来说一下 那么即使他得到了这样一个promotion呢 也不能代表和这个reading course是相关的 因为第一个 有可能这个人的工作能力超强 对吧 有些种为人处事啊 或者他leadership 这种能力真的超强 而这个可能是课程当中给不了他的 好 那么再然后呢 大家可以讲 有可能是你这个公司比较小 那你是个small company 总共高管就五个人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提拔一个年轻人上来 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你并不能代表你这个阅读课程 给你带来的这种本质上的变化 对不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句话 你读的越快 你就可以在一个一天当中吸收更多的知识 是不相当于如果你读的快了 那么你就能吸收更多的知识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条件问题 对吧 好我们来看啊 二三加四都是因果关系 然后第五个是一个条件问题 那我们来看 即使你读的快了 也不代表你可以吸收更多的东西 为什么呢 第一个 你的focus在不在这个上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时候你读完了一篇文章 你都翻过去好几页了 一点印象都没有 对不对 就感觉大脑已经放空了 是吧 因为是因为你的注意力不在这 所以即使你读的很快 也不代表你吸收很多知识 那么再有呢 就是我可能没有足够多的 professional knowledge 导致呢 即使我读完我也读不懂 那么跟大家举个例子 其实大家都知道 对吧 我的物理比较差 所以比如说我原来买过一本书 就是霍金写的时间简史 哇 我读的都很认真了 还是没有读懂 这个和预论素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读话都读不懂 读快就更读不懂了 因为我们有专业知识 所以即使你读快 if 对吧 you read faster 那么也不代表 你可以absorb more knowledge 因为你没有focus 因为你没有professional knowledge 好 再往后看 说这个公司 这个课程期很便宜 对吧 因为只要耗费500美金 就可以了 好了 在这儿 我认为你可以想到的 应该是我们 呃 录播里面已经讲过的 正负得失 好了 这个很典型啊 你看 你的代价 其实只是500美金 对吧 但是他认为 你可以获得一个三周的研讨会 以及终身订阅的杂志 所以你是赚到的 然而我说 no 我亏了 我没有什么benefit 因为这个钱实实在是花出去的 对吧 说明我钱已经花了很多 第二个 你有三周的时间不能上班啊 那你的productivity 那不会受到影响吗 啊 这是你的disadvantage 对吧 你的advantage 三周的时间 你又不确保你的学习效率 所以有可能你的阅读速度 是不一定能够显著提升的 那么即使你显著提升了 因为你的position啊 所以他也不一定会提高你的productivity 所以言外之意哈 公司这笔钱有可能就白花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来极大提高我们的这种工作效率 因为我们的position啊 不需要我们读的很快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正负得失 好 然后再后面啊 为了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啊 我们这个就需要要求所有员工来上 我们赶紧攻击惯了 对吧 我们的第六个点在这里 这是一个啊 sorry啊 第七个点 这个第七个点是一个绝对化用词啊 第六个点在这儿 我们的花钱问题 好 大家会发现 这就是我们这篇文章串讲之后啊 我们找到总共七个逻辑问题 这么多逻辑凑吧 大家只要选三个 甚至于四个来攻击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比如说二三四都有一果凑 那你选一个好了 对不对 别的还有的是选的 是不是 所以大家会发现 只要你们能够灵活的识别出各种各样的逻辑错误 到考试的时候 什么字数问题啦 我写不够足够多逻辑错误啊 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啊 所以大家要feel confident 只要你们努力了 认真的过掉了我们这些路波啊 大家考试的时候 真的是会找到很多很多的逻辑错误 到时候就是一个幸福的烦恼 你们只要从中选 一些你认为最靠谱的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绝对化用词 以此我们来结束我们这个对每一个逻辑错误的一个学习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的逻辑错误十二种 你全部都学完了 大家可以比对这张表来看一下 是不是有哪些逻辑错误 大家一看到这个名词 诶问句模糊 什么是问句模糊 忘记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就建议大家赶紧回到相对应的路波当中去 冲热打铁 再把它看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到今天为止呢 就恭喜大家 我们的十二种逻辑错误 包括我们直播当中 想过的调查的错误对吧 就全部cover到了 剩下的呢 就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来开始刷高评题 以及自己课后来进行一个practice的过程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路波课就到此结束了